胰岛素药厂Ally Lilly宣布 胰岛素大幅降价 对于全美3700万糖尿病患者而言 是一个利多的好消息 这项举措不仅让广泛使用的胰岛素价格更加低廉 降价幅度更是达到七成 且药厂方面还表示 其生产的非原厂学名药胰岛素 价格下降至每小瓶25美元 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需要改善民众健康保险的一天之后 Ally Lilly药厂就宣布全面调整胰岛素价格 胰岛素价格 胰岛素价格是100年 质量製造这种药和装饰它 是製造10$和装饰它13$ 但是你已经赔了$300、$400、$500每月 但是大股農民们还没有赔责你那一年 纪录的利益 不再来 其实早在今年年初 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在接受东森美洲台专访时 就已经预测今年胰岛素会降价 美国消费者曾几何时经常为胰岛素的高额支出而感到头疼 根据美国人糖尿病协会的数据显示 现在胰岛素的价格是2002年到2013年之间均价的三倍左右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